而南台湾其实已经有不少的县市在晚上决定会放台风架了 而这是不是代表越晚的雨势可能会越来越大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宣童 好没有错小犬的暴风圈触碰到台湾的陆地之后呢 当然花东地区的雨势是会来的最多的 但是相信大台北地区的民众也有感受到 在昨天入夜到现在呢雨都不断的持续的在下 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 再加上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在大台北地区的累积雨量呢 现在也有来到80毫米左右 甚至像是在宜兰的山区太平山这边 累积雨量也已经突破了120毫米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降雨的预报 目前看起来主要降雨热区是集中在整个宜兰 但是呢随着这台风慢慢的靠近之后 花莲和台东以及屏东恒春半岛的风雨也会加剧 而到了礼拜四这一天 这个台风中心已经接触到了台湾的本岛 中心已经在台湾本岛上空 所以在南高平地区的雨势也会开始慢慢的增强 礼拜三礼拜四是它影响时间最剧烈 而且最长的时候大家要尤其的留意 但是呢北台湾的这个风雨呢 可能会一直持续 我们透过这一周的QPF整合实验带您来看 在礼拜四礼拜五最主要是受到台风 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有可能会下起 豪雨到大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 尤其在山区需要留意 而到了礼拜六之后呢 虽然台风已经逐渐的远离了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东北季风又会南下 所以你注意到在整个之后都会发现在北部地区 都是持续性的会有一些降雨 但是跟台风雨比起来就会比较小一些 那么我们也带大家来整理了 在这一个总雨量预估的部分 其实现在最多的还是认为在花莲还有台东 分别是平地500到800毫米 山区则是800到1100毫米 而宜兰则是300到500毫米 这是在平地部分 而山区则是500到800毫米 南部地区也上修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平地是400到600毫米 山区则是500到700毫米 而南台湾地区要留意的是 在礼拜四台风中心登陆之后呢 风雨会开始逐渐的再增强 大家要尤其的留意 而且大家也关心台风架到底会不会放 目前看起来雨量有达标的 可能是比较集中在花莲 台东 屏东 横春半岛还有南部 而在这个风力部分呢 则是在澎湖 可能在明天也会有达标 但是详细的状况 还是要等到这个地方 县市政府宣布 才能来跟大家说明 以上这节气象说明 先欢迎家荣 好 我们谢谢宣童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风力的部分 全台各地有哪些地方是需要特别警戒的呢 再交给宣童 好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中台小犬 它的结构其实还蛮扎实的 现在台风也是已经出来了 而且呢 它的这个暴风半径 来到了250公里 所以即便它的暴风圈笼罩的范围 在进入了台湾之后呢 可能是在宜兰引南以及新竹引南 但是大台北地区依旧要留意 因为像是在文化大学 也已经测得了11级的阵风 而在蓝宇呢 则是有12级的阵风 整个彰化地区也是要留意 沿海也吹起了10级的强阵风 再来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它目前的最新动态 它距离鹅兰比东方大概是200公里左右 持续的以每小时10公里 往西的方向来移动 现在你可以看到它的路径 是有稍微的往南移 原本预估可能是从台东到恒春一带来登陆 但是因为现在往南移的关系 所以会从恒春一带登陆的几率是最大的 但也因为它往南移了 所以受到地形的影响相对就会比较低 所以它可以很稳的就往西的方向来通过 进入到台湾海峡的南端以及南海一带 而气象鼠也持续发布强风特曝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东南部地区 比较靠近台风中心的像是在蓝宇绿岛 都有可能会吹起12级以上的强阵风 而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侠管效应的影响也有可能会吹起9到11级的阵风 再来就是风浪的部分 我们对大家来看到 其实这个黄色的圈圈范围里头 都是有可能会吹起5米浪高的 分别包含像是整个南台湾的沿海 以及在北海岸等地都要留意 这个浪高会来得比较强 而且也会出现长浪 而在整个东半部地区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它比较靠近台风的中心 比如说像是花莲 台东 屏东 恒春半岛 甚或是蓝宇绿岛 就有可能会吹起7米以上的浪高 这非常的惊人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 尽量还是避免前往海边 是比较保险一些的 再来我们还是要特别回顾一下 就是在整个风势的部分 尤其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整个西半部地区 是因为受到侠管效应的影响 所以风力都有可能会出现9到10级 但是到了明天台风中心过了之后 整个南部地区的沿海风浪 还会再持续的增强 以上来这节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